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和大家來到灣仔太原街 準備一間茶居飲茶 我們一起去看看 Let's go 如果觀眾朋友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的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 就記得按我 Danman 826 頻道的訂閱和鐘仔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天我們要去的蘭芝茶居 是位於灣仔太原街 8 號地下 乘搭港鐵去到灣仔站用 A3 出口 過馬路走大約一分鐘就可以到達 今天又和大家來喝茶 今天選了一間比較特別的茶居 舊式的茶居不過是新開的 是做舊式的一些裝修 是在灣仔太原街這裏 叫做蘭芝茶居 他進來裝修都挺特別的 很多不同的電影的Postar 又有以前張國明的電影的Postar 我現在看看有什麼點心吃 我現在看看有什麼點心吃 它有點心損失 還有鮑魚糯米雞 也挺特別的 點心就不算有很多選擇 它都有些小菜 有些小食 另外去午市也有套餐 有粉麵飯套餐 價錢大概都是八十八 九十八 七十八 一位 飲品很特別的 除了可以喝茶 叫普通的普利鐵觀音 那些茶之外 就二十元一位 你都可以叫一些普通茶餐廳的飲品 奶茶咖啡 普拉克杏仁雙朱古力那些都有 我就是喝凍檸茶 那你當然是說 喝茶吃點心就要喝茶 對呀 我這個就是檸茶 不過是凍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香港天氣這麼熱 有這些凍茶喝一下也好 因為我們記得去新加坡喝茶 試過 他都是給一些凍的烏龍茶 水仙 都是凍的 因為天氣之天氣 熱喝熱茶 就比較辛苦 我們叫做一個金哥叉燒餐包 它是十二元一個 你可以逐個逐個點 即是你兩個人三個人 你可以點不同的份量 它是墨西哥酥脊 吃起來都頗鬆軟 而且味道有點甜 那些叉燒也好足料 這個好吃 它有一個手指公在餐桌 即是它是推介的點心 我們現在等其他精的點心 又叫做一個胡思春捲 和一個香西牛肉腸 松露蝦膠 和海膽燒賣 我坐這個位置 上面有兩張電影海報 很舊的電影 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看過 《冠斤八糧》 有兩張美食 有幾張特色 是有幾張特色的點心 有幾張特色 你看到裡面既點黑色 又不會吃下去整層的黑菜味 都吃到蝦餃的鮮味 還有一個海膽的燒賣 這些兩樣點心都會用三件 海膽燒賣我現在輸一下 它上面好像有一點 看見好像是彈簧 其實它這個就是海膽 當然不是說很多 舊燒賣是一般最種的燒賣 它上面那點的海膽 就小小地咬下去 就不太覺得是海膽味 但也有點像海鮮的鮮味 混了一點 但這個絕對沒有黑松露蝦架 那樣吃得到黑松露味 這個就吃不出很大股的海膽味 牛肉腸粉真的很有陳皮味 它是說陳皮牛肉 其實不是 它的餐牌是香西牛肉 不過 我又不好吃到香西味 它很重的陳皮味 挺好吃 因為配合陳皮 因為腸粉也做得不錯 醬油就甜了一點 視頻師小方秀行 我喜歡這個醬油 因為他喜歡甜甜的 所以吃東西的個人口味不同 現在吃這個是護絲春捲 很脆很脆 觀眾朋友都喜歡吃到我吃脆的炸的點心 這個春捲也炸得有水準 現在暫時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 我都覺得是滿意的 現在又再追加點點心 叫一個蝦乾的肉餅飯 還有會叫一個排骨陳村粉 就吃個南人馬拉糕做甜品 應該夠了 大家要留意 點心不是全日供應 星期一至日上午8點到下午5點供應 5點之後晚飯時假 有些小炒、小菜、飯麵 昨天想打電話來問一下 可不可以訂位 他就說五時 這段時段就不能訂位 晚時就可以訂位 即是早來早有位 他其實很早的開 上午8點開 有些早餐、套餐 其實外面就是太原街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灣仔 即是有些攤檔賣東西 有些玩具店 賣車仔、賣衣服等等 這裏稱之為太原街 是灣仔的玩具街 小朋友來到就喜歡 但朋友都喜歡 因為有很多草的車仔 賣在外面 如果你未來過這裏 可以來逛逛逛 蝦乾肉餅飯 它真的有大大隻蝦乾 跟這些菜 菜心 跟著肉餅 肉餅的份量就不太多 但是好吃的 有些少許馬蹄粒 咬下去也有些咬口 加上蝦乾 這些甜豉油 都是好吃 什麼都說好吃 好吃就要說好吃 現在就等著 陳村粉 排骨精陳村粉 反而馬拉糕都來了 不過等一會才吃 通常甜品要放到最後才吃 可能觀眾朋友都可以 又甜又鹹 拌亂都可以 今天都是打破傳統 先吃了甜 因為都趁熱 馬拉糕的甜度都合適 不會太甜 不過他說 懶人和馬拉糕 就只有兩顆懶人在上面 如果多一點懶人 咬口會更加好吃 都頗鬆軟 馬拉糕吃下去 不會說 粗口 就是 咬兩口就可以吞下去 有時候馬拉糕做得不好 就可以照一下照一下 好像很黏口 這個排骨陳村粉 首先排骨是有醃過的 味道是不錯的 不會說淡 或白白 另外排骨的汁 塑了陳村粉 味道不錯 今天我們吃這麼多點心 我都覺得是滿意的 也不是說可以有太多東西挑剔 整個時候 免得雞蛋女挑骨頭 大家自己 考量一下 你會不會來試呢 因為現在12點鐘 下班時間 今天是星期五 現在都排隊 外面很多人在等位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平日來的 就11點好來 或是等人上班 兩點之後 我覺得這個特色就是環境設計 有些懷舊 茶居 以前的茶餐廳 那些風格 不過不好處就是 如果你不提坐我這個卡位 坐中間的位 所有的椅子都是沒有椅子 就是那些木椅 就是大排隊的木椅 可能就未必提坐得那麼舒服 我們今天所吃的食物 水準都不錯 我都挺適合我的口味 當然口味個人不同 可能你未必有同樣的感受 我都覺得挺適合的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我喜歡去有茶餐廳的飲品 不用一定喝熱茶 那當然 有些人說喝茶 當然要吃點心 當然要喝普利鐵罐飲 各式其式 我們今天兩個人合共吃了八款點心 兩杯的凍飲 是無需要加一 合共是372元的 觀眾朋友喜歡我今天的飲茶點心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影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NMAN826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我有新見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記得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滴即時和大家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